大家好,我是庞博 大家好,我是王建国 我们是日炮兄弟 谢谢,谢谢各位 谢谢各位 今天来了有很多的大学生的朋友 这关于大学啊 咱们都有很多这个美好的回忆,对吧 对啊 逃课,补考,逃补考 补考还要逃啊 很多朋友跟我一样是吧 印象最深的都应该是大学毕业那段时间 大学还能毕业呢 合着你大学没毕业啊 我那个时候正忙着留学呢 谁顾得上这关心毕业啊 你还能留学 留学可难了,一般人做不到的 你首先你至少得挂三科 你没挂科 你就得受个重大的处分 完了你再跟老师求情 求求了别直接开除 人家同意了 这才让你留学 你那叫留机 哎呀 我们留学生这两年很艰苦的 什么留学生 就业前景很困难 因为 咱们没有毕业证了 没有毕业证 你骄傲什么呀 咱们今天就好好聊聊毕业 外行 外行 不是你好好聊聊人家就让你毕业的 我那个时候求了多少人 没有人理我 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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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说你自己的事情 这两年毕业的同学 人家都有一个遗憾 很多朋友真的是没有办法到现场 参加自己的毕业典礼 你笑话人家干嘛呀 你老实一点 不是想你自己的事情 咱们今天应该给大家再举办一次毕业典礼 给大家弥补这个遗憾 给弥补遗憾 对呀 你想啊 举办毕业典礼肯定需要一个很大的场地 那一般都是在学校的大礼堂啊 或者体育馆 对吧 那咱们就在这个体育馆举办毕业典礼 好啊 大篮球有这么重要吗 有场地了 咱们请同学们入场吧 同学们入场 大家看呢 首先向我们走来的是体育系 他们拎着杠铃 扔着牵球 撇着标签 向我们走来 这太危险了吧 他们高举自己的横幅上书 还我体育馆滚回大礼堂 何止你都没跟体育系商量啊 接下来向我们走来的是外语系 他们亲切地跟大家打着招呼 你好 谢谢 恭喜发财 外语系也不是让你学外国人的口音 接下来出场的是医学系 他们打着石膏 他们坐着轮椅缠着绷带 医学系为什么都是病人啊 他们振臂高呼 体育系 别乱扔东西 我就说就打到人了吧 接下来出场的同学们 都抱着自己的小宠物 有小猫 有小狗 有小兔子 哦 这 这是什么系啊 治愈系 学校没有这种系啊 接下来走来的是刘恋 鲁玉和杨丽 他们咋怎么来了 这是三个女人一台戏 什么东西 杨丽踩到了鲁玉的脚 但是鲁玉原谅了他 为啥呀 这是对不起啊 没有关系 王建国 你彻底疯了对不对 海鲜好有几几瓶 想挤多少挤多少 你喊什么呀 刚才大喊的同学来自广告系 你看 广告系的同学干得漂亮 那也不如咱们产品的质量 加一点就好鲜好鲜 哎呀好烂 同学们都已经入场了 现在请校长致辞 同学们 大家好 看到同学们 即将离开 今天我在这里 白发人送黑发人 不会说成语 你就说感动就可以了 我很感动 希望同学们释放以后 毕业以后 毕业以后 回归社会 走向社会 走向社会 重新做人 好好做人 校长你上一份工作 你在社管所干过吧你 大家千万不要忘记我们的校训 三段一场选最长 什么 什么 你们这 全学校都靠懵啊 最后 预祝大家 补考成功 没有人需要补考啊 哎 选最长啊 什么最长啊 什么破校长啊 接下来我们请优秀毕业生代表发言 大家好 我来自生物系 我从小就特别羡慕警察 我想帮他们除暴安良 所以我毕业以后 马上就会成为一名警犬 你成为不了 你一点生物知识也没学会啊 我看 你生气也没有用啊 都行的 不是 不是情绪的问题 请下一位优秀毕业生 怎么 怎么 怎么没有声音啊 大家好 我来自航天系 航天系也不用穿宇航服来吧 别碰 这个很珍贵的 这个宇航头盔有什么来历吗 三十五一天 你猪的呀 同学们 我们航天系有一位前辈 叫阿姆斯特朗 他有一句名人名言 向前一小步 闻名一大步 不要在月亮上上厕所啊 我来自体育系 我体育系 但是我支持在体育馆 举办毕业典礼 只要校领导有需求 在我的婚礼上办都可以 什么东西 那个警犬你来看一下啊 这才是真的狗案 行了行了行了 那个毕业生都发言完了 接下来请校长 给各位颁发毕业证 同学 校长好 校长好 要毕业证吗 怎么办假证啊 来来来来 校长能给你搞到真的呀 废话 就把毕业证给我就好了 同学你好 这是你的毕业证 这个证怎么这么大呀 寓意你以后的人生 要正大光明 什么东西 正常的毕业证就好了 同学你好 谢谢校长 同学你知道吗 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张纸 能够对折七岁以上 他只有我的毕业证 行了行了 大家都拿到毕业证了 很开心 我们最后一起 同学再来合一张影吧 记录我们人生中这个重要时刻 我们同学们都会开心地 把这个学士帽扔到空中 接到这个学士帽的人 就是下一个毕业的人 没有婚礼呀 你扔学士帽就好了 你怎么不躲呀 不是 学士帽不是回旋标 很危险 正常扔就好了呀 你事情这么多 正常扔 你扔一个咯 你会扔你扔一个咯 不是很简单 你就 毕业咯 没有情权啊 回来啊 还没有羡慕呢 谢谢大家